用你的心也要用你的腦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剛才第一個要講說 同理性很重要 你要站在對方的立場下 這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你要用你的心也要用你的腦 就是呢 這有兩個名詞要跟啊 這兩個有點類似 易軟雙生 這兩個呢 很類似可是不太一樣 一個呢是同理心 剛才講到說嘛 你要有同理心在對方的立場下 另外就是觀點取代 觀點取代就是你站在對方 他會想什麼 這兩個部分什麼不一樣 觀點取代它是認知的能力 你想對方在想什麼 可是同理心它比較是情緒的反應 認知的反應的話 跟你的思考有關 可是呢 同理心的是跟你的感受有關 同理心就是你站在對方立場想 他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他的感受是什麼 他的情緒會是什麼 可是觀點取代呢 就是你站在對方 他會想什麼 那他會想什麼 他們是比較認知 比較思考方面的 觀點取代反而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要說要用你的腦呢 如果兩個人在談判 就是呢 兩個人在呢 協商或者在談判 到底呢 多少錢成江 一定 他們一定都是一個 希望賣高一點的錢 一個可以希望可以 用低一點的價格買到嘛 那怎麼樣呢 可以讓他們彼此之間呢 比較可以快速的達成一個協議呢 不只是要用同理心 更要用關聯取代 因為呢 你要想著說 那個要賣給對方的人 你要知道說 對方想要比較低的價格嘛 那怎麼樣的價格是 他可以接受 而且我也有一點賺到 利潤的 你就是用 認知在分析的嘛 你是用認知能力去想這個問題 那買的人呢 也會想說 雖然我想要買很低的價格 可是對方也要賺一點啊 不然他賣給我幹嘛 他不可能賠錢賣東西給我嘛 所以呢 你會想說 那對方呢 要賺多少 對他來說他是有利的 那我又 我又可以接受 當然呢 兩方都是用認知的能力 來做思考的時候 這個協議是比較容易快達成的 這個呢 也可以用在呢 我們消除我們常常會有的一個 那個 投資上面的偏物 叫做定毛 定毛是不是就是呢 呃 假裝說呢 大家可以隨便想一個 想那個 你的身份證字號 後三碼是多少 然後想好之後呢 問你說呢 現在呢 我們台灣呢 醫生有幾個 你會發現呢 如果要是你身份證字號後三碼 數字比較高的話 你跟我講的人數就會比較高 然後呢 如果要是呢 你後三碼呢 數字比較小的話 你可能說出來的 猜出來的 醫生的人數就會比較小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呢 原因是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對於 到底台灣有多少醫生 你是不知道情形的嘛 可是呢 當前面有個數字的時候 我先叫大家想說 那你身份證字號後三碼 是多少的時候 你就會受到這個數字的影響 所以就要說 你已經被定毛了 還有像什麼狀況呢 我們常常去保護公司買東西的時候 不要講保護公司 保護公司很難殺價 你一般去那個 賣場買 不要賣場 一般到那個 市場買東西的時候 你常常會被他的 那個定價所定毛了 他為什麼要先一個定價出來 再讓你往下彈呢 因為當假裝說 他一件外套呢 他就開價五千好了 當你已經被這個 當他開出一個數字之後 你會往下調嘛 你會往下調 你就說 那老闆 我要買 我很喜歡這條 對 可是呢 我要給你殺價 你可能就會開個三千出來 可是說不定這件 這件外套的原價才五百塊 可是呢 你雖然說你覺得 我有殺價啦 我殺兩千啊 可是呢 你還是被這個五千所影響的嘛 你其實應該要殺一折 你應該要殺五百才對 可是你就會殺多少 你就會殺三千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是被這個 定價所影響的嘛 然後我們呢 因為定毛的關係 我們常常會調整不足 就是因為我們會 參考這個往下調 所以你絕對不會覺得五百啊 五百太誇張了嘛 因為你已經受到這個五千的影響 那我們要怎麼挑脫定毛呢 這常常很多呢 在我們呢 對於那個 那個價 那個價格很模糊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會受到定毛的影響 尤其是買房子 好 現在這一間房子 總價兩千萬 那你要殺價的時候 你就會從兩千萬往下殺嘛 那你從兩千萬往下殺的話 那你就會受到兩千萬的影響 這就是定毛的力量 所以影響非常大 那我們要怎麼樣套脫定毛的影響 你千萬不要從這個數字還是往下 因為我們就會受到定毛影響 就會調整不足嘛 那你應該是這樣子 用這個 觀點取代 用認知來思考 你就先想嘛 你買這件外套呢 你覺得老闆大概 大概 成本價是多少 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想這個數字 你就想想這個 你覺得這件外套 摸摸它的材質 它大概成本價多少 好 你覺得說這個 這個價格 然後呢 如果它又是一個沒有品牌的 可能大概三百塊差不多 那你三百塊呢 如果要是 老闆要讓它壯一點嘛 你不可能說你都不給老闆賺嘛 所以老闆最後你賺了兩百塊應該算不錯了 好 一件外套就兩百塊應該算是合理的範圍 五百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開價 你就開價的時候 就不會受到這個 這個影響 就會直接開 逆翔的那個價格 而不會受到定毛的影響 這種呢 就是利用認知能力呢 會跳脫定毛的部分 你要 站在對方 你是要站在老闆的立場下 老闆這一件衣服要 他的成本價多少錢 他應該賺多少 然後來撒價 而不是從這個定毛往下調 因為你定毛往下調 就是你就會受到定毛的影響啊 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毛嘛 就是那個 定的那個點 就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這個觀念取代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部分 就是你要站在呢 對方的 立場想之外呢 你要用的部分 是跟思考有關的 就是用認知能力取代做思考